对中共肺炎疫情大力追责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盖拉格 中午联合两党小组共同推出重磅决议案 一一列举中共暴行 其中主要有土地改革 毛泽东本人声称200至300万公民被杀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2000万至4000万人饿死 文化大革命导致1000万到3500万人死亡 8964天安门事件镇压法轮功 新疆集中营关押超过100万人 这项重磅议案最后提出四点决议 谴责中共百年来严重侵害人权 支持中国人民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 呼吁支持中国人权 包括以技术支持言论和信息自由 期待中共不复存在的那天到来 以技术支持中国言论和信息自由 表达政治意见甚至推倒中共 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推倒中共防火墙 我们讲到火墙的第一步 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 因为你会开始起立中国人民共产党的 那么我就跟班尼说 我说只要把共产党定为非法 再把这个墙拆掉 其他的你叫没有 我们搞定 我们来负责 我们香港我们其他海外的华人 我们会负责 把中共列掉 美国智库21世纪创新指出 根据美国拨款法案7050A 至少有6000万美元以上的经费 因拨款给美国广播理事会 用来推动全球互联网自由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 这笔经费可以直接用来推倒中共防火墙 接下来就看拜登政府 是否有决心拿出这些工具 声援中国人权问题 对抗中共政权 新唐亚克电视江紫阳编译